县长许淑华为了维护县民交通安全连日下乡会刊 与先议员洪明科、林如阳、蔡宗志以及多位村长陪同 会刊民间乡多处崎岖不平或者是破损军烈的路面 并同意花费约620万元进行改善 一同会刊的民众都对行通派的许县长用心表示肯定与协议 这次会刊分别前往民间乡万丹村、新街村、三轮村、竹围村、布夏村、大庄村 以及头40线等地会刊 许县长表示民众都非常关心自家周边环境道路 有些道路因过去多次封城重铺导致路面高低落差 现况道路扩损严重 汽车出路容易跌倒 县府将重新铺设路面 同时也发现南田路上有许多的都市计划桩 将评估可行性后重铺路面 让道路更加的平顺安全 南田路可以说是一条道路非常长 而且向道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这里很多行都 已经很多我们这里的路面都很久没来改善了 我们刚才看在我们大厂这个地方 有将近50万的经费 我们来给它做一个改善 那么因为我们在看这个道路 有一条项内也特别的特殊 里面有十个地极测量的一个基地 所以我们也会跟请地震处这边 我们再来稍微再做个了解 可以把它整个抛除完之后 来保持一个路面的平整性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民间兵经过 大大小小的工作 无论是最高抑制或是说到我们路面的改善 都总是六百几万 希望说到这些经费的部分 对到我们农民在出任 我们的行都民众的文书也好 小朋友的上下课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保障 再次的我们感谢到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 许县长表示 这次会刊总共花费了六百多万元 改善民间乡的道路 感谢各界民意代表的关心 让县府了解县民的需求 希望让居民出路 农民运输 小朋友上下学 都可以得到最好的保障 记者蔡世奇民间乡采访报道